阿波羅新聞網 獨立 感言 新穎 望眼看世界 展望新中華 快訊 殺害李靖靖兇手張曉寧 獲刑25年 致終身監禁 老天爺大手筆 六萬年一遇 警告中共國 網絡沸騰 大選在即 白宮今年破例十一 未向中共道賀 中美重磅談判 有結果了 歡迎收看阿波羅網熱點直擊 今天是10月2號 星期二 亞洲時間星期三 我們在視頻的結尾會介紹阿波羅網副頻道的今日內容 請您點贊 轉發和留言 傳播我們這個頻道 讓您的親朋好友都能超越同溫層 做出最佳選擇 下面請看詳細內容 快訊 殺害李靖靖兇手張曉寧 獲刑25年 致終身監禁 紐約市王后區的紐約州高等法院法官獲得10月2日宣布 判處殺害紐約知名律師 民運領袖李靖靖的兇手張曉寧25年致終身監禁 陪審團在9月20日裁定張曉寧二級謀殺等6項罪名全部成立 法官獲得在今天對兇手張曉寧宣布量刑 法官宣布 對兇手張曉寧二級謀殺罪判處25年致終身監禁 兩項四級非法持有武器罪各判處一年監禁 三級威脅罪判處90天監禁 妨礙呼吸或血液循環罪判處一年監禁 二級騷擾罪判處15天監禁 據控方介紹 李靖靖曾參加8964抗議 後來移居美國 做律師 業務包括幫助人辦理政治庇護 有可靠 可信的 壓倒性的證據顯示 張曉寧的行為是蓄意的 經過精心策劃的 其罪行不容置疑 控方文件還顯示 在案發前的72小時 張曉寧曾向李靖靖發出死亡威脅 聲稱我用我的命和你的命交換 中國民主黨全委會主席王君濤博士表示 李靖靖遇害是中國民主運動的巨大損失 也是美國華人社區的巨大損失 此案的性質 毫無疑問是一場政治謀殺 李靖靖的家人 生前好友等多人 到法庭旁聽了宣判 老天爺大手筆 6萬年一遇 警告中共國 網絡沸騰 10月1日至2日凌晨 一顆6萬年一遇的彗星 紫金山阿特拉斯划過北京上空 網絡沸騰 民間稱彗星為掃把星 中西方傳統中均是其為不祥之兆 網民拍攝到彗星從北京上空掃過的畫面 光運逐漸增強 尾巴清晰可見 2日 央視報導稱 記者拍攝到這顆彗星從國貌建筑群旁升起 紫金山阿特拉斯彗星由中科院紫金山天文台於2023年發現 軌道週期為數萬年 將於10月10日至12日再次可見 彗星 因其偽常形狀酷似扫帚 也被稱為扫帚星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 彗星的出現都被認為是不祥之兆 稱之為災星 會為國王或男性貴族帶來災難 死亡 也與戰爭 瘟疫 天災 動盪相關 中國古人把彗星稱為星貝 西漢時期的思想家董仲舒認為 貝者 惡氣之所生也 西漢宗室大臣 文學家劉相則曰 貝星 亂臣類 轉殺之表也 在《漢書》《後漢書》中記載了幾十次星貝意象 在人間對應地出現了災害 冰亂 世殺等事件 彗星不僅在中國傳統文化中被視為災星 在古代西方也是如此 比如 1066年 哈雷彗星出現在英國 同年9月 來自法國的諾曼底公爵威廉 發動了對英格蘭的戰爭 英國哈羅德二世在這場歷史上著名的黑斯廷斯戰役中震盲 威廉奪取王位 當時居民見到彗星高掛的恐懼情況 被會在備業掛毯上流傳後世 1986年的彗星回歸 美國的挑戰者航天飛機發生爆炸 網友炸鍋紛紛說 將有大事發生 六萬年一遇 這下熱鬧了 又是重大歷史時刻 掃把星出現 不是啥好現象 記得彗星 在古代表現意象 表示天命有變 《厚漢書》《天文志》記載 公元60年 彗星出現在天傳星北部 持續了135天 那年 一 落之水暴漲 沖毀了京城門 七個郡 三十二個縣發生了嚴重水災 公元141年 天空東部再現彗星 掃過營室 墳墓星秀 占星結果預測天下將在五年內有大喪 果然 五年內 漢順帝劉寶駕崩 左傳記載 公元前613年 彗星進入北斗 州內史舒服預測七年內宋 其 晋三國國軍將死於內亂 結果宋昭公 其義公 晋陵公相繼被逝 驗證了這一星象預言 史記 天官書記載 秦始皇十五年 出現四次彗星 最長持續八十天 最終 秦滅六國 一統中原 人們才意識到 這一切是天命難為 大選在即 白宮今年破例十一未向中共道賀 今年中共十一期間 美國政府打破了以往的慣例 沒有向中共發出祝賀 截至10月2日 美國國務院尚未發表任何祝賀聲明 國務卿布林肯也未像過去三年那樣 在中共建政國慶節前夕發表聲明祝賀 拜登的名字也未出現在新華社發布的 外國領導人賀電名單中 而去年拜登還曾在該名單上排名第六 自布林肯2021年擔任國務卿以來 他每年在十一 前夕都會發布聲明 向中共表示祝賀 日期分別為2021年9月30日 2022年9月30日 以及2023年9月29日 今年 美國則選擇在10月1日 向尼利利亞和塞浦路斯發出獨立日賀電 並在10月2日向幾內亞發出賀電 但並未對中共進行祝賀 儘管如此 美國國務院亞太事務助理國務卿康達 仍出席了中共駐美大使館的十一招待會 並在會上重申了美國對中共的戰略方針 即投資 結盟 競爭 他強調 美國致力於負責任的管理兩國之間 這一複雜而重要的雙邊關係 美中關係目前正處於被外界稱為 新冷戰的激烈競爭中 加之美國總統大選臨近 兩黨候選人紛紛展示對中共的強硬態度 中美重磅談判有結果了 美國財政部負責國際事務的副部長 傑伊·沙姆博在週二 表示 中美談判避免了中共對拜登提高關稅 採取報復行動 與美國官員的會晤 讓中共國同行對關稅決策 具備細緻入微的理解 並有助於防止事態大幅升級 FX168財經報導 傑伊表示 中共經濟官員最近與美國同行舉行會晤後 對拜登政府決定對電動汽車、 锂禮子電池、半導體、太陽能電池、 鋼鐵合鋁以及其他戰略商品 徵收大幅關稅有了更加細緻的理解 中共大外宣香港《南華早報》報道 許多關稅已於9月27日生效 包括對中國電動汽車徵收100%的關稅 對太陽能電池徵收50%的關稅 以及對鋼鐵合鋁徵收25%的關稅 對中國半導體徵收的關稅 將從2025年1月1日起翻倍至50% 此次關稅上調影響了價值約180億美元的進口產品 這是對美國前總統川普實施的懲罰性301條款 關稅進行為期兩年的審查的結果 該審查也保留了這些關稅 據悉 美國直接從中國進口的汽車很少 而且對中國製造的鋼鐵產品徵收高額關稅 傑伊還表示 他的團隊解釋說 提高關稅是為了說服中共國改變以國家為主導的經濟實踐 儘管中共尚未宣布針對美國提高關稅採取報復措施 但加拿大對中國電動汽車徵收100%的關稅 引發了中共對從加拿大進口的油菜籽和油菜籽發起的反傾銷調查 今天副頻道的最新內容是 習升級報復 傳劉鶴被抓 李小鹏被免職與倒席有關 廣東登革熱大爆發 居民多起翼亡病例當局掩蓋 海倫颶風習美六州 百人亡 拜登派救援 川普親立慰問 污七舉情報驚爆 而SU-57戰機恐絕種 您可以點擊視頻的右上角來觀看 請大家同時訂閱我們的主頻道和副頻道 並打開小鈴鐺選擇全部通知 一些觀眾詢問如何找到副頻道 您可以在我們主頻道的首頁向下滑動 找到副頻道的圖標並點擊進入 此外 每個視頻描述下也有副頻道的訂閱和贊助鏈接 我們也會把副頻道的視頻內容通知發到主頻道的社區 我們也在乾淨世界平臺開了頻道 歡迎您在乾淨世界訂閱我們 鏈接在視頻的描述中 早會 下一個邊看 喵